相对内银是否都是本地银行股的问题 如果两者去选择 我觉得港银的炒作概念会大一点 当然内银股不是说差 因为内银股其实有很好的收息条件 甚至乎说一句 我觉得内房的问题 应该都不会对内银股有很大的冲击 除非大家觉得内房没得够 但是我想这一刻内地的取态 不是完全不够内房的 因为都说过如果真的不够的话 其实对银行体系 整个经济也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又不是说不够 但是如果以股价上的增长来计 除非内银股不是选择四大行 四大行就是收息为主 如果内银股可能是右储行 这些会是强一点 但是反过来港银来计 始终本身一来股价 都是比较多一点的波额伏线 二来其实价格 比如中日香港也不是差 也不差 甚至乎它也有更多的一些 可能是受惠美国加息的 息差确复的憧憬 因为反过来你去他们那边 反而可能是有机会减息 或者是再放多一些 这些流动性不出奇 比如之前你减少LPR 所以我想如果两者比较 在息差的冲景上说 港银或国际银行的冲景会大一点 所以我想偏向这方面会比较好 刚才Chartroom有人问你 和美国的银行股比较 他就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部署 加息买入这些银行股 究竟他应该买美国银行股 还是香港第一代银行 其实如果你说美国的银行股 说真的今年也不算太差的表现 特别是下半年其实有些也算挺好 因为其实已经开始炒定 美国的加息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么看 现在去选 我仍然觉得港银的直播空间会大一点 因为始终美国的银行 即是美股上的银行 本身已经属于一些偏高的位置 而且部分也反映了一些加息的预期 所以夏年来计算是否有再大一点的升幅 我想就未必那么多的憧憬 但是反观港银 其实你看到过去这半年 你可以只是说股价是硬朗 但是不是很强的情况 所以水位上说 属于偏低水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炒来加息的话 其实它的上升空间会充足一点 但当然不要处债 因为它本身是跟香港这边 譬如Hyper这些情况 Hyper又未必即时跟着美国加息的步伐 可能会比较厚一点 但是如果你炒的概念上说 我想港银行向上的水位似乎会大一点 而最后刚才说了内人 始终炒的东西又不一样 就是内人股比较倾向收息为主 甚至乎以反正在政策上说 内地反而是好像想降下来的 这个可能又未必对内人股 有太多的炒作空间 所以三者去排 我觉得始终在说 我会排得比较前一点 所以这我可以做好些一下 我们这个小时就留意一下 我们先做最后 这个小时就是 那么łuigan 我们不能用来 我们能用来